逐個身體健康,多謝醫護人員的付出 比賽未完的,我們作為球員是不會放棄的 最近忙到自己是亂一亂的 Patreon那邊是多了工作 記得Patreon每個月的1號是節數的 也是收費的 所以大家月頭加入就會越著數 另外,最近忙到忘記提大家 原來今晚有如何講英超,八點鐘 理論上,我應該前幾天就要提大家 但我真的忘記錯了,不好意思 今晚八點鐘,由何輝大哥小弟何Wayne 這次當然是談談利物譜,拿英超冠軍 還有一場阿仙奴狼隊的關鍵一戰 將會講一下,當然會講一下其他賽事 記得要留意 好,接著我們再講一下今天的話題 車路士作客積極要搶分避免降班的韋思涵 為什麼車路士會輸球呢? 你可能第一時間會想到一件事就是輸死球 這個當然是肯定的 但今季車路士長期都是這樣 他們都是用自己的入球數量去掩蓋死球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要研究的部分就是為什麼車路士 是不可以用到自己的入球數量去掩蓋失球的數字 接著你可能會想第二個問題出來 會不會是體能的問題呢? 車路士對完萬成再打足重杯 對李成休息的時間當然就沒有韋思涵那麼多 沒錯,這個當然是事實來的 但對於今天來講,體能的問題就不可以說是最關鍵的 事關韋思涵今天就並無用體力化最強的那種戰術 去放大車路士的體能問題 基本上韋思涵在防守的方法上 是選擇了兩種,但就是傾斜的 兩成是高壓迫而已 其餘八成都是收縮防守區域 即是讓車路士控球在腳可以保存體能 所以體能只不過是小部分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其實是車路士面對密集老鼠拉龜左 你可以清楚看到就是今天沒有了機動性的快速連結 之前幾場我們都見過一些underlap的 是half space組織插入區底線 但今天一夜之間也沒有了這個underlap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今天全場的賽事都是被一個球員掌握的 這個就是美國仔配蓮石 車路士入球跟他有關係 但車路士老鼠拉龜也跟他有密切的關係 天使與魔鬼的化身 究竟他實質上是天使還是魔鬼呢? 我們一起分析一下 首先留意一下他今天的面對密集位置 其實就跟之前沙里時代夏薩特在車路士最失敗的一段日子當中的位置 一模一樣 面對密集太過早站到中路那裡 沒有拉左手邊 令到整個結構其實是4-3-1-2 這個是天然老鼠拉龜 為什麼林柏特今天突然之間要這樣做呢? 我不是很清楚 可能是想到一些針對性部署 但是得出來的結果 就是左邊孤立了不夠速度 然後上上落落的馬高斯阿朗素 令到左邊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前進的速度 左邊基本上只剩下明賣明賣 還要是一些經常被人擋住的明賣明賣 韋斯岩只需要守著車路士的右邊 以及中路就OK了 這樣就已經斷了車路士的補給路線了 然後美國仔佩蓮石入了中間堵塞中路的位置 中路面對太多對方防守球員 解釋了為什麼車路士突然之間一下子 就是沒有了underlap和機動性的連結 因為左邊是沒有去路 中間右邊也是太過密 車路士面對密集這樣站位 天然老鼠拉龜左 4-3-1-2 就令到他們重拾以前夏薩達 在沙里時代不拉邊的那種便秘問題 很多車路士球迷都用這個名詞去形容 和當時老鼠拉龜入不了球的感覺 如果你聽到這個頻道也是很久 你一定會把那段日子回憶回頭 再看今天的賽事 你會發現整件事很相似 如果你不是聽到這個頻道很久 但又想看一些案例 你可以看曼聯最近三場賽事 下外有齊宏觀賽後平和微觀昇華同步 有抽象概念的分析 以及畫面的例子 告訴大家 曼聯的10號仔福仔 就是鐵證如山 福仔在熱刺的全場賽事 以及對著石飛聯的上半場賽事 都沒有拉左手邊 搞到曼聯老鼠拉龜了 就變了魔鬼的化身 但是去到足腫杯八強 對著諾域至加時階段入到尼 以及對著白禮頓的全場賽事 福仔多了很多拉左手邊 就立即幫到曼聯破曬密集 搖身一變 變成天使的化身 天使與魔鬼的分別 只不過是在於位置上的差異 不拉左手邊會自我毀滅 淪為魔鬼 拉左手邊會自我救贖 變回天使 車路士美國仔佩蓮石 今天就好像當時的曼聯十號仔福仔 之前那兩場自我毀滅了 所以其實車路士都不可以說 馬高斯亞朗素速度緩慢 因為曼聯的左後衛 所以即使速度快過馬高斯亞朗素都好 但是只要福仔不拉邊 所以都沒有機會表現速度 是要去到福仔拉倒左手邊 蘇爾有半個空位 去underlap插進去才可以表現速度出來 所以是要佩蓮石拉倒左手邊 馬高斯亞朗素都插不進去 你才可以說是馬高斯亞朗素的問題 如今佩蓮石根本沒有拉在左手邊 馬高斯亞朗素根本就沒有辦法發揮 只會跟蘇爾當時是不可以發揮一樣 都是要看著前面的進攻點去做人 球隊的命運也都落在 是否會拉邊的進攻點身上 所以足球理論是可以套到任何球隊身上 當你同樣面對密集 做同樣的東西 效果是會很相似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停會用科學的方法 去講足球的原因 遠的例證就是夏薩特不拉左手邊 近的例證就是福仔同樣不拉左手邊 所產生出來的相同效果 只要你的前撤是這樣的話 你的結果都會非常相似 所以如果你是繼續拒絕足球理論的話 那就是你拒絕緊去吸收教訓 不吸收教訓很難說會進步 你說今天車路士兩個入球 都是跟佩蓮石有關係 當然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上半場佩蓮石在中路 搏倒12碼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 天然老鼠拉圭結構 不是靠他一組進入中路的這種做法 而是突然之間 球隊的結構 偶然幫助佩蓮石 才會產生這個12碼的搏倒機會 就是說整體的結構是偶然改變了 所以這次的天然老鼠拉圭 和之前的天然老鼠拉圭 是完全不同了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到 微觀星話和布果樹 我會跟大家再解釋下去 而且要玩到拼12碼 即是要靠死球 不是靠運動戰 偶然的結構改變 基本上絕大部分時間 都是天然老鼠拉圭 和完全破不了密集 而且都不是一個完整的屈肌 因為不是完整屈肌入球 只不過是屈肌拿過12碼 所以如果人家不犯規的話 就會失去這個機會 接著去到下半場佩蓮石 在中間強行突破 搏倒一個罰球 這裡其實都是要靠對方的搜紋員 原廢比安司機是沒有站大小邊 偉利安踢入人場沒有封的那一邊 龍門又不一早站下去是封 結果這下又是一個死球 車路士只可以靠他們駁兩次人家的犯規來入球 兩次都是死球 都是兩次死球入了 而且車路士已經做到盡了 可以入的方法都入盡了 只有兩個球 很明顯是不夠入球數量 相反韋斯咸可以入球的方法 包括死球和運動戰 車路士就是變成自己入球數量 掩蓋不了別人的入球數量 所以車路士上半場已經有條件可以落後 韋斯咸兩個角球 是曾經中國球兩次送過入網窩裡 只不過一次是越位吃過炸壺 但是另一次都入到 兩次都是隊長的艾斯帕麗古達 搞不定對手 真的被對方入到一球球 那入到一球球那一下 就是艾斯帕麗古達 就沒有高過自己的蘇石克 那吃這個炸壺那一次 就是隊長一個 兩個的要 如果兩次的角球都被韋斯咸入了 又或者車路士搏不到這個十二碼 對方不犯規的話 車路士上半場就有條件落後 真的整體戰術輸了 可以到下半場一開球就立刻真正落後了 對方強行落底線 明迷明迷 當然馬高斯亞浪數就不夠快 但是中間的基斯甸神也是發夢 就是沒有衝下去解圍 其實他可以解圍 但是他不夠聰明 也沒有留意到他隔壁有一個安東尼奧 結果就是被人入到球 當然車路士平時都是這樣 防守有事 但是這次他們前面老鼠拉桂 只可以入到死球 入得不夠多球 所以最多只可以在這一刻 跟別人打成2比2 就是靠兩個死球 去到最後 契仔蒙特入到來了 換人之後 令到佩連石都多了少少 拉左手邊 但是都不夠 很多時候都回到中間 而且隊友 都沒有準備過佩連石拉左邊的戰術 很可能林柏特賽前的部署 是沒有預備過佩連石拉左邊的做法 去到最後 車路士仍在打和 心急想贏 心急就斬個球進去禁區裡 失控球權 而當時都是老鼠拉桂緊 因為佩連石依然都繼續在中間 是打不到邊 結果就硬向中間斬 失了 被人打回頭打個反擊 輸了 去到最後這個入球的過程當中 當然就是有少少跟體能有關係 因為已經去到89分鐘 但是都是那句 接近整個上半場 車路士都可以控球在 保存體能 老鼠拉桂浪費時間去 才會搞到最後一刻 放大了體能缺乏的問題 而放大了輸球的風險 而且今天其實車路士球員當中 最辛苦的那個真是馬高斯亞朗素 因為他真的要整條走廊打完 佩連石真的很少拉左邊 反而就是韋利安都經常會拉右邊 艾斯帕拉古特反而不用整條走廊打完 是馬高斯亞朗素要這麼辛苦 所以去到最終他長期辛苦 來到最後的一刻 他追不到後備入替的耶莫蘭高 如果你要這樣怪馬高斯亞朗素 這個世界上真是很少左後衛 就是合乎大家的要求 今天來說 車路士落敗的主要原因 始終是整體的戰術問題 這個配連石今天搞來搞去 只能拼到兩個死球回來 但也搞到其餘的時間 是老鼠拉桂了 所以他只不過貌似天使 實質是魔鬼的化身 而最慘的就是他本來不是一個很差的球員 但位置的問題就令到他變魔鬼 那林伯特要盡快反省 其實他用這個契仔蒙特入替之後 配連石有一段時間多了少少拉左邊 令到有時配連石容易落底線 好了一點 但我們依然是看不到 就是配連石拉左左邊之後 車路士球員是會整天配合到他 而且也沒有人會利用偏左的HalfSpace位置 車路士球員一向臨場應變 整體意識都是不錯的 但今天突然之間撿不到生 即是說林伯特賽前的部署 都真的局限了球員 令到他們無法變通 實質上是甚麼是針對性部署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要我猜 可能是做回阿士東維拉那種 即是右路明買明賣斬去 就是遠處希望 就是中路多些人接應 但其實阿士東維拉那場 阿士東維拉的防守都很頑 車路士的這種針對性部署 都是僅僅得 而韋斯岩的防守能力 又真的好過阿士東維拉 所以如果林伯特繼續這樣嘗試 這次落敗的責任就是屬於他 Patreon片尾賽單那裡 我會討論一下 林伯特能否反省到的這個問題 現在車路士和李斯一誠都輸了 這一週 話多話少 和捉總盃的後遺症有少少關係 車路士有少少關係 李斯一誠就莫大關係 因為李斯一誠的班底又差一點了 整件事益了萬聯 李斯一誠的問題再大一點 因為他們球季還沒暫停的時候 他們打到氣 球季暫停了就截停了 球季重開之後 馬迪神還很少上陣 這樣的話 是對於李斯一誠很大影響 現在來講李斯一誠真的不停失分 可能真的被我猜中了 就是我球季重開之前 我的預測說 李斯一誠會回落 而車路士究竟可不可以穩固前四呢 要橫看林柏特會否反省 留意Patreon的片尾彩蛋部分 來到這裡大家可以留意廣告 看到就按下去彈一些廣告的視窗出來 播出有聲廣告片 不要閉嘴聲 就可以幫到小弟友收入 多謝了 記得要訂閱按鈴鐺 方便新片的通知 不要裝檔廣告程式 要播出有聲的廣告片 不要閉嘴聲 就是Youtube這裡 可以做會員參與專屬直播 但是Patreon裡面 就有不同的選擇 包括專屬直播片尾彩蛋 以及微觀星話同步 任何選擇 還有學生優惠 記得要加入 好啦 我們就遲些再見 拜拜